你們就繼續用電腦,我就繼續講 那我到,我到 那... 以080的這個批評,我覺得台大 他不接受是很可惜 因為其實,台大有很多缺點 如果 台大有沒有辦法接受 假如我自己 我這個人某個方面很強 我要去進台大顆粒嗎? 假如我這個人,美術系統很厲害 可是我其他方面都不行啊,那我就進去嗎? 從前喔,從前在我那個年代 是大家都要考試才能進去 所以那個年代沒有這種管道 但是你們後來的年代 其實慢慢有的這種管道就是規徵 對不對? 但是 規徵一直實施到目前為止 幾乎 效果還沒有很明顯 就是那個比例和效果還沒有明顯 對 我覺得 所以說 我們還是一直卡在那個 單一的 像 成績啊 這種 平良方式當中 然後 最後就是 這是議員化 就是 你 你沒有辦法跳脫出那種 單一 每個人都要去排排站 做比較的那種情況 那 那當然那個多元性出不來 那多元性出不來 你做美術的大環境再不列 做那個動畫的大環境再不列 但是 有一些學校他開始 在這邊其實做得比台大行很多了 那 所以 現在慢慢的 有一些學校他的特性有多 來 比如說像高參旅 他們說 我就只做參旅啊 你來到都不能做參旅 對 OK 那我參旅做得比你聊就好 好 那 另外像一個 像一個 各個藝術大學 像 那個 台北藝術大學啊 那 那些 藝術類的大學其實 他也開始 這種很必要 而且他可能是未來有重要的東西 那 目前看起來 越來越覺得這些 這些領域是很重要的 譬如說 像 李安這樣的人 你怎麼培養出來 非得 非得要有一個管道讓他們去整 譬如說像 維德正李安這樣的人 讓他們去整 那 藝術大學就提供這樣一個機會 但是 藝術大學其實現在還是被綁住 我覺得 因為 因為他還是在整個教育體系裡面 然後 要求每個老師 藝術大學的老師 也去 也去寫個文化碼的之類的 那 那 這個是 這個不是很好 那 有 他們有一些管道 比我們更 就是說 比我們相對在藝術上面 它比較 好一點 就是說 那 那些老師可以就是說 用演奏會 去升等 所以 那慢慢可以有 像 前一陣子那個陳冠宇 他用 演奏會升等 什麼叫做 結果又被打槍打回來 那個 那個 對 那被打槍打回來 就是他的那個 爆炸被抄襲 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有方便 他既然用演奏身等 為什麼又被打回來 來說 報告有抄襲 那 報告運用的是重點 他是演奏身等 所以 在這裡就 我們的體制一直在 一直在想要把 用單一的衡量方式去衡量 可是這種衡量方式 對整個多元性的 那 我覺得 各位的這一代 其實 最大的優點 其實是多元 你們這一代最大的優點 是多元 因為你們是跟著 整個民族體制 已經 已經 民族體制已經 在台灣正手的時候 你們才 不出生了 那 你們可以很多元 但是 問題是 我們的很多制度 包括教育 要按 那種大家的想法 可以要求 不要多元 而且你們一定還是要用 成績導向法制 這裡是 我覺得 我覺得目前的 所以 現在我們學校 沒有 現在大學推增還是 主要都是看成績 或是推足嗎 對 即使是推增 很多會是看成績 但是其實 因為我們自己在做推增的時候 我們也是要推增 那我們往往會覺得說 OK 成績優秀的我們會取 但是呢 另外一部分 我們希望取到 就是說 它專長真的很好 但是它成績很大 我們會想辦法把它拉上來 所以 前一陣子 我們在做推增的時候 我們其實有 有這樣子的 去 去試圖做 去這樣子做 但是 效果其實是很有限的 可是它進來 它成績還是一樣大 嗯 但舉個例子 可是它 學校不是需要 我這樣 專長就好了嗎 就是假如我這個系 或我這個 這個系的專長強就好 我不管其他 是啊 其實有這種設計 在我理想多元 本來就是應該說 它這一邊的專長 夠好就好了 對不對 對啊 那為什麼要求每一個人 都要得自體 群美全部都要有 然後那個學科 每一科都要 八九十百 這 這其實是在我 在 一個人的專長 讓他們專長出大 所以 我覺得我們 教育裏子 目前還是一直有 這樣問題 就是 用總成績的盤名在盤 這個總成績的盤名就會抹殺掉很多東西 另外你看到的對學生是用總成績 對老師就是用用文 不能寫論文的領域就沒了 變這樣 動畫怎麼寫 動畫怎麼寫 那雖然我們是這個專長的 但是你就明明看到這個領域沒了 動畫不可以寫 人家就說我自己寫什麼 就是排名中華 我可以當中華 這裡就是問題 如果他在藝術大學不行還有點機會嗎 那一般大學沒有 在藝術大學並不可能 並不可能嗎 那在私立大學應該有可能 因為教育部長的動作可以審存 教育部最近有什麼 十二年國教不是在推 是啊 可是十二年國教跟這個沒有關係 十二年國教 其實十二年國教是把升學壓力延後了 但是最後卡在高中考大學還是一樣 會有升學壓力 可是沒有升學壓力不是好事 其實有一點升學壓力是好事 但是那個多元性如果 我們能尊重每一個人的多元性的話 那有升學壓力不是外事 但是你不尊重每一個人的多元性 只是說把所有的企圖 納入一個方向裡面 我覺得這就是外事 你一定要容許很多出口 那些出口如果夠多一點 沒有辦法啊 因為他現在從國小就繼續 從國中國小就開始幫你繼續在這裡換 是啊 但是這一塊不是不好 這一塊就是說我們要求其實 我記得我上學期我一直在跟 跟李嘉童就是對外來對外去對不對 但是你會發現說其實他的堅持也沒有什麼不對 那我的堅持也沒有什麼不好 只是他看到的是一件事情 像李嘉童看到一件事情是 很多同學的基礎 基礎的部分完全完全不行 那他所謂的基礎是什麼 他所謂的基礎是 像譬如說英文至少你要看得懂 然後容法正確 然後基本的時代 就是現在是 你知道嗎 過去是那些很基本的那些東西 你應該會的 但是他發現說 我們很多的同學 即使可以到了大學 他的英文 文法術的一大文明 然後整個能力是有問題的 所以他覺得要從基礎做起 但是問題是 這個想法是很好 我們去把基礎做起 但是如果到大學 還一直想要說 只能夠走理論的 只能夠走學術的 那我覺得那就很糟糕 我們應該是到了大學很多元 你想走什麼 盡可能的讓你去走 提供機會 提供各種出口給你走 那目前在這一點上面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也是 沒辦法農罵這樣的做法 我們基礎不好 我們可以說 舉個例子 像我自己本身就有經驗的時候 我國中的時候 數學卡住 我出不來 我不會 那 後來呢 那 那個老師喔 就是講了一整年 我就是不會 哪裡不會 那有一次連立法 也是不會的 那 結果有一天 來一個帶一個老師 一天之內 把我教會 因為全部都會 那 那種東西是可以補的 因為永遠都在一個老師的教法底下 那些永遠都不會 他只能夠照顧到 就算他不會教 更文化才有很多 像我那個老師都真的很不會教 那 結果我當然就很不會啊 結果一個帶一個老師 他教了一整年補會的東西 帶一個老師來一天就會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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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東西是可以補的 那 我們沒有第二管道 第三管道 第四管道 我們沒有這種東西 可以讓這些人 重新去學會那些東西 我們沒有 所以我覺得多元的實態的話 他要有各種管道 讓你去把這個管子 那基礎不是不重要的 那我們往往 他強調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 追求新的科技 追求那種 很炫 很酷 很 很 很流行的那種科技 他覺得是不對的 所以他最要從基礎做起 因為 新科技不見得 都是好的科技 而且往往是 新科技都只是 滑張 那 真正重要的還是那個 螺絲的東西 那 這就跟 舉個例子好了 什麼樣的 我們現在都會常常看到 有人在說 那 之前是 這種 零行計算啊 後來變成 雲端運算啊 之類的這種模型 那他覺得 那些東西呢 不是 不是真正 重要的 真正重要的是 你 你有沒有那個 基礎科技 而且在基礎科技上面 你能力下的重要的 真正能力 譬如說 電磁學 那不是指學喔 不是指那個理論 而是指你的電磁技術如何 這也是 自為關鍵的 你的電磁工業技術如何 這對 調案是非常關鍵的 電磁鍋 的這些處理 這是很關鍵的 那這些關鍵的技術 調案學啊 譬如說 做放大器 台灣會做放大器 但是我們只能做出 這種麥克風 我們只能做出 這種麥克風 這意志都長什麼 兩百塊 一百五十塊 我們只能做出 這種麥克風 但是呢 真正 你把那個電磁學 放大器做得很好 做哪幾個 你可以做出一套 上百萬的音響 還是麥克風 對不對 還是麥克風和喇叭 同樣的原理 同樣的技術 但是 那背後的東西 有很深的 有些甚至要處理到 處理到那種 奈米級的部分 不可能 那 那 那個東西 是基礎 那 我們的 教育事務 現在因為 教育部一直 受到很多的壓力 說 你為什麼沒有這個 為什麼沒有那個 為什麼沒有這方面優秀 為什麼沒有那方面優秀 所以最後呢 他的選擇就是 一大堆大學教授 就偽裝成那個 這方面的專家 然後呢 去申請奈米啊 然後去申請那個 雲端啊 然後不管他做什麼 什麼研究 他全部最後包裝 都包裝了一個雲端 說我們要請 那 這樣子的結果 就會導致我們的 整個研究基礎 突破 那 反應過來 如果那些老 那些教授都偽裝成這樣 然後去要人錢之後呢 目的是在寫我們真的 這結果會是怎麼樣 結果就會看到說 你們被迫去學這些東西 那你們被迫去學這些東西 然後每次專體提出來說 我要做食物的東西 然後呢 最後食物的東西 他們都被批刃整 然後呢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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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很多人就被迫去轉 轉向嘛 對不對 然後去做一些 就是說 看起來好像 讓老師比較滿意的東西 但實際上 我見得 好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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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在某些時候 你必須要有所堅持 但是 各位這個代表 我很少看到這種堅持 這點是我覺得 比較 比較 不好 你會不會說 我就是要做這個 不管你怎麼說 我就是要發展這方面的 專產 謝謝 我今天裡面還看到一個大陸的範例 一個篇多的文章 裡面有一個人 他原來是他肯育老師的 然後呢 他們 那時候他肯育老師 一百五十塊 人多幣 一個月的薪酥 二月的薪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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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他 他 不想當年月老師 他覺得 他想去做一些 跟電腦有關的 他不會電腦 他就跑到北京去打工 洗餐盤 然後呢 後來有一些機會 他就去到那個訓練班之類的 做工 因為他是大學生 然後呢 公司裡面沒有大學生 因為在大陸其實大學生 也算是很普遍 那 所以他後來老闆很多東西都委託他 這個網站也請他做 他就發現說 那這個很有趣 所以就栽進去 然後一開始 開始覺得他應該要去 學正式的課程 結果 有一次他就說服了他們的會計 然後 讓他 公司花一萬多塊 你看他一百五十塊 公司花一萬多塊 報名一個 訓練班 然後讓他去參加 然後 結果公司 花了這個錢之後呢 最後 他發現說 過了第一期完了 第二期要開始的時候 公司說 要搶班 所以 沒辦法去上那個課 那 他後來呢 就跟他們快進了論的之後 決定 那我不幹 我就只要去上那個課 所以他就去上那個課 那後來他去上的那個課呢 那個老師就覺得 你的背景不行 你的努力 在這方面 不專長 所以那個老師就 他去上一支 Java 然後 然後Java就是不行啊 然後就 他老師後來就覺得 你Java不行這個問題太難 那對你來講 你不妨轉 你不妨轉 轉個方式 你做網頁 然後學Java Sprint 所以他後來把Java Sprint 學得很好 然後呢 慢慢的他薪水 一間一間跳 不然變成 四千塊 一百五十塊 然後洗牌 一二萬塊 所以他們有那種 你會發現大陸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雖然是在很僵化的體制底下 地緣化的體制底下 但是他非常的堅持 最後拿回出來 他會很厲害 那我們這種堅持 我在各位的稱讚好像 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越來越大 那我覺得這是 很厲害 有些地方你要堅持 那舉個例子 之前 我記得 我記得華明錦 之前那個做動畫的時候 他做了第一學期的那個 那個 那個 狼與羊的那個變成 你就覺得 哇好棒 這個東西 然後呢 啊 有一陣子跟我講說 那我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下學期 我不要做整個片子 我做 做一個 美術的 做美術的就好了 那 我還是建議他說 你繼續做下去 為什麼 因為他第二學期做的東西 被 AK的有點差 那 第二學期做的東西 比較 不如於情 因為他 他們所做的東西 那個 故事主軸出來 故事是整個 東方看起來就很愛 所以 所以 所以後來我覺得 他們還是繼續做 反正 繼續做第三學期 我覺得可以把那個 展現出來 那 另外有一個問題說 當你 你朝一個方向去走的時候 你可能 一開始是興趣 那個興趣 但是後當然是沒有壓力 所以快樂一點 但是一旦 你把那個興趣 變成你的職業 或變成你的專題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你的興趣被摧毀 那 變成你的壓力 所以 有一些人覺得 欸 我平時畫漫畫很大 但是 當你變成一個漫畫家的時候 放漫畫面的一個感覺 但是 這時候你要去 想清楚 這是不是我 真的喜歡的東西 真的喜歡的東西 你要堅持下去 你不能說 好 我第一次當一個漫畫家 然後呢 這次當了漫畫家 然後 或者是 真的開始要接案的時候 又撐不下去 那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 版圖的類 就不行 所以 我那時候會覺得 他們應該繼續做下去 沒原因 對不對 現在已經搞清楚了 好 而且我們也不吃了很多美術 我會夠了 你也 全部人都沒有錢 對啊 對啊 其實做美術 沒什麼不好 但是 我那時候覺得 你是因為 動畫拍不下去 才做美術就不好 不過你是動畫拍得下去 你覺得我想做一個美術 我覺得 很好的 對啊 只要做靜態 那種 對 對啊 那這不違背 做出靜態的 那你只有一張靜態的東西 那如果你只有一張靜態的東西 出來的話 我預期你的專頁會被打成一場 所以我才不覺得 我應該要再做 真的有選擇嗎 真的有選擇嗎 老師 老師 因為我們只會做了 你這個不透明 然後 你還要跟他講 其實也有一些大多的老師 都是 有補列子兩下 來看電影 他 很可怕 他鬥在他旁邊 他只有補列子 很可怕 他已經大分氣不下 然後就看得出來 對啊 那 你們會表現不出錯 我這個專領的 跟別人的區隔 啊 那些有些成績的刺繩 那種區隔 我會這樣 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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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用的還是不來管 你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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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啦 會不會這一代 應該要多元化 但是這個多元化 你必須要有刺激的方向 那 這個方向在未來 你會發現說 整個體制可能 很可能會打壓你 那 那 當整個體制開始打壓你的時候 我覺得 如果你夠喜歡 你應該堅持 但是 我看你是不是夠喜歡你 如果你夠喜歡 你應該堅持下去 那 未來各位 這一代呢 你會發現說 你會有很多問題 但是 這些問題 反過來 就是 看不到未來的時候 就是 很多機會 因為 你們會到處 到處 試 當你們到處試的時候 你們會找到 我們所有 完全看不到 任何東西 你們會從那裡 創造無限的東西 所以 這是 這是 我給各位的一些 從 從 那些事情 拉拉扎扎的 想到 一些事情 OK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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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